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來到旁述這個賽事 這個賽事就是一個雙打的對戰 現在我們的訓練家已經達到10級了 高級級10級 再下一場就已經升到大師球級了 好 先看看對手的隊伍 隊伍可以說是一個比較... 中間速度也不算極速的一個隊伍 比較平均的一個隊伍 可見聯防是非常厲害的 我方就是一個典型的欺凶隊 究竟面對著對面這麼強勢的戰力的時候 精靈的時候會作出什麼的考量 怎樣的排陣呢 手法會是什麼呢 我們慢慢再看下去了 好 暫時可以看到我方的訓練家已經帶了兩隻重擺頭 一隻就是愛管 另一隻就是人造細胞仔 好 第三隻就是超貼暴龍 第四隻就是鳳神犬 好 這位的選手看來都是最後的思考 好 已經按了確認 正在等待對面的一個選隊員 我方就沒有選擇青龍鐘和洗衣機 是否一個好事呢 根據我現在戰況的看法呢 因為對於對面來說算是一個不是很大的威脅 而洗衣機就因為對方有隻引水的海套 也都不可能作太多的用途 所以我想這個訓練家就馬上寫了 好了 正式開始這個賽事 好 先來交換名片 交換卡片 以示尊重禮貌 一個打招呼的儀式 好了 一開波的時候對面出什麼呢 對面出的就是2Q 再加這個鳳神犬 好 而我方就是愛管 再加這個人造細胞仔 咦 閃光了一下 好 對面的鳳神犬作出一個威脅 可見特性就是威脅 我方兩隻都很扣的攻擊 但是根據我的觀察 愛管和細胞仔都一定是特攻手 現在愛管放了精神場地 精神場地有什麼用呢 就是令到先制技能完全無效化 5 回合 好了 我方的愛管就選擇用這個... 精神強點 一時太快看不到 咦 打了在2Q身上 究竟買什麼狐狸呢 現在這個訓練 咦 細胞仔用了這個守護 是不是因為伸手的關係 第一回合不熟知技能 所以一開波就用守護 好 鳳神犬再出一個大聲咆哮 務求降低我方的一個特攻 好了 好可惜 只能打到愛管 因為細胞仔已經守護了 愛管降了一個特攻 好 愛管再作出一個精神強烈 打到一個迷2Q身上 好了 好 迷2Q的畫皮特性也可以消除了 可以說是 好了 而這裡怎樣呢 咦 對面的迷2Q居然用到欺騙空間 可以說是對我方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我方就成功順利借了人家的欺空來用 可見現在這個訓練家非常高興 上下上下在按這個技能 好了 現在對我方會作出什麼行動呢 那愛管就應該用了這一招的 熊我來 究竟是熊我來 還是這個超能力的精神強烈呢 暫時未知 究竟我方在想什麼呢 當時 好了 再看看這個隊伍表 好 好 再次重新選擇技能 我方愛管就選擇用精神強烈打到迷2Q身上 而細胞仔就用精神強烈打到鳳神犬身上 好 對方去訓練家換上斑吉拉 對啦 就是這個斑吉拉C 好 那就做回聯防 不是因為惡屬對超能力完全沒有效 基於這個考量對手會上斑吉拉 斑吉拉無求防止這個超能力攻擊 細胞仔作出攻擊打到鳳神戀身上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之強大的輸出 但是這個鳳神戀就有這個樹果吃的 對啦 一個聞油果 而愛管打到斑吉拉島完全沒有效 因為超能力沒有效 以鳳神再作出一個特攻輸出 不過就不是太大力 而相信這個大青爬花都只是為了降低我方的特攻 愛管基本上廢了兩級的特攻 現在就... 那件的特攻已經是非常之差 好 這個時候呢 我方就換上這個超鐵暴龍 而細胞仔這一回合會做些什麼都很關鍵 再看回隊伍表 偶爾再檢查到一個非常之重要 已經確認了對方三隻精靈 那最後那隻會是什麼呢 這裡都要思考一下 好了 而且面對著這個沙風暴的影響 究竟我方可不可以順利帶走斑吉拉 這個也是很關鍵的一個... 一個狀況 要排除的 好 俄方收走外管 好了 再放上這個超鐵暴龍 超鐵暴龍也都在這裡閃了一下 難道是來賣閃的呢? 好 細胞仔作出一個守護 打回一個比較保守的打法 而對方鳳神用上這個守護 那就務求防止被人打 好 斑吉拉就咬唇細胞仔 可惜守護了這裡 OK 好了 關鍵事一來了 我方應該準備就要極具化了 好 再看看這個技能 再看看這個精靈表 究竟對方還有什麼精靈呢? 我方在選什麼技能 會選哪一招呢? 極具岩石? 極具大地地? 極具防壁? 還是拳鬥呢? 好 那我方應該選擇了極具岩石 極具岩石 就看看打左邊還是右邊 然後打左邊是斑吉拉的 然後這個人造細胞仔 還有這個螺旋扣 可以看到這個訓練家 因為非常緊張 這個已經是一個最關鍵的時刻 只要稍微有失誤就GG 好 我方確認打了一個超蝶暴龍道 而對方也換走鳳神犬 出上這個海套獸 這個海套獸也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聯防 因為怕對方會用地面技或岩石技 打到鳳神犬身上 如果是岩石技 海套獸可以有一個減半傷害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聯防 而我方現在極具化超蝶暴龍 超蝶暴龍強大的威嚴 做到極具化之後就有444血 好 細胞仔作出螺旋球 打到超蝶暴龍道身上 觸發了他身上的一個 弱點保險這個道具 大幅都提高攻擊 也就是兩級 坐擁這個極具岩石 一撞到斑格拉 哇 斑格拉就一發帶走了 好可惜 斑格拉 好 斑格拉非常之厲害 但是就什麼都沒有做過就退了一場 好 看看對方會選什麼精靈上場 好 對方派出一個迷2Q 暫時都還未遣到最後一隻 嗯 好了 那我方會選什麼技能呢 這裡會選大地進攻 還是選了防壁 因為做了一個守護型 好了 這裡再猶疑不決 但是最後還是選了極具防壁 再觀察一下後面的精靈 好了 暫時現在就看到 希空只有一個回合 好 細胞仔就確認打到迷2Q身上 對手會作出什麼行動呢 會是迷2Q直接打到細胞仔裏 咦 對方是選擇用這個極具防 究竟極具些什麼呢 還有現在有一個沙塵暴的影響下 我們的超鐵暴龍都有一個突防的加成 而對方這隻的海套獸 基本上有80%都已經是突攻型 究竟可不可以打入這個超鐵暴龍 實在是一個未知之數 好 超鐵暴龍使出極具防壁 看看海套獸會打哪 咦 迷2Q用上這個暗影偷襲 但是可惜有精神場地 所以防護了 一個精神強念打到迷2Q就剩下一點血 照理你的沙塵暴就可以刮死迷2Q 沒錯 那就帶走了迷2Q 好了 暫時這個希空也都完結了 究竟是試好還是壞呢 這裡就要大家的訓練家才知道 好 因為如果觸度比較慢的話 就會變成慢手 現在結束在希空的情況下 好 對方使出這個風神 要再造一個威嚇對超鐵暴龍 超鐵暴龍會不會受到威嚇的影響呢 而攻擊力大減呢 我們慢慢再看下去 好 超鐵暴龍會怎樣做呢 加了這個特防 加了這個攻擊 以及兩級的特攻 好 超鐵暴龍應該用了極巨大地 打到海套獸裡 那麼細胞仔會作出什麼行動呢 好 都在這裡猶疑不決 究竟打左手面還是右手面呢 好 是選擇打到右手面 這裡究竟哪個先動呢 就是鳳神犬先動 用噴射火焰 但是由於細胞仔是一個特防比較高的精靈 所以就算面對噴射火焰的技能 即使是鳳神犬有本宿 加成也沒有用 那麼超鐵暴龍就用了極巨大地 打到海套獸裡 打了一半的傷害 而自己也加了這個特防一級 好 細胞仔也加了一級特防 對手竟然用極巨寒兵 極巨寒兵對超鐵暴龍就有一個不大的輸出 因為這個超鐵暴龍就已經加了特防 再加上沙塵暴的影響下 那些特防已經是非常之高 好 細胞仔用上精神強念 好 一發帶走了鳳神戀 可以說是勝負已分 這次訓練家的對決 我方是非常出色感的 有幾個要點 第一就是順利借了對面的希空 第二就是成功判斷出 或者是成功帶走的班吉拉 第三就是 能夠善用極巨防壁 防止對方用水改天氣 因為假設對面的精靈有水技噴下去 超鐵暴龍就會改天氣 令他的特防減低 適當的極巨防壁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時機也是非常之重要 對方也投了寒 好 那就已經勝出了 我們的訓練家非常之厲害 四隻這樣打贏了對面 對 好 這裡會有 先確認一下對手的精靈 對手的精靈有班吉拉 龍之舞 對我們來說算是一個沒什麼威脅 對我們來說 幹掉也是一隻比較麻煩的精靈 格鬥龍也是比較麻煩 因為我多超能力 所以他應該就沒有帶到這個格龍 好 好 迷2Q 迷2Q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沒有帶這個劍武 但又帶這個欺騙空間 而今場的贏點就是這個欺騙空間 成功借走了對面的欺騙空間 而我亦都作出一個順利的輸出 解除了這個迷2Q的畫皮 好 對手的鳳神犬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配法 就是一個血量全血 再加速度和突防 海盜獸 海盜獸、大地之翼和急凍光線 完全沒有水技 比較弱勢 打擊秒比較少 好 完成看完對手的一個隊伍 再觀測一下這個 我們的訓練家觀測一下這個 積分去到哪裏呢 總共打了42場 42場 可不可以升到上大師呢? 大師會是多少級呢? 我會拭目期待 好 那就已經升上大師球級4162位 可喜可喜可喜 不過他們成為這個 前排的一個訓練家 還是還需要再努力 先說一下剛才那隊的一個優勢 以及一個比較打得好的地方 第一就是成功借了這個希空 一開始說過 第二就是成功判斷到 對方有希空手 一出來就迷2Q就有這個希空手 能夠令到我方可以借到希空 第三就是成功判斷出 班吉拉就會站定定給我們打 他就會換走凱兔獸 這個也是非常之好 不過整場這個訓練家最強的要點 就是能夠借到這個希空 那就是 古有這個借東風 孔明的 金有呢 就有這個細胞借希空 非常之強勁 一個先毒 可以說是這個訓練家的經驗 勞到經驗非常之足夠 能夠打入這個世界賽 也都感覺上不遠 但仍還需再努力 希空面對著很多弱點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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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